大家好 全世界使用中文交流的朋友 大家好 现在是2020年的10月5号 周一的上午11点50分 欧盟EU领导人从周四10月1日开始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 高峰会议 讨论欧盟的对华政策 重新思考双边的经贸关系 他们提出要对这种关系进行再平衡 强调双边关系的对等原则 前一段王毅来欧洲访问了 然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所谓的破皮奥也来了 俩人有点互相争夺影响力 互别苗头的意思 投资协议谈判的目的是解决双方在市场准入方面的 不对等问题 确实中国给其他国家的产品制造了很多壁垒 这种壁垒分成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 比如说配额 许可证 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就持续发展 做出有意义的承诺 什么叫有意义的承诺呢 就是中国的这种承诺 他总是玩一些文字游戏 做出一些很虚的 似是而非的承诺 然后尽量的拖延吧 前一段吧 美国驻华使馆发布了一个叫做 中华人民共和国虚伪的宣传系统的文章 后来还被中国给删了 好像是在中国的微博还是哪发的 实际上中国它是有两面性 这个可以理解成就叫虚伪 其实过去呢 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是两套系统 两套标准 两套不同的语言体系 用的词都不一样 但是现在两套体系 自从美国人发明了互联网 再游刃有余 再玩穿越 玩不了了 所以这就是中国政府的统治困境 统治困境啊 声明把中国称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 对线北京 敦促北京对线之前 就取消市场准入障碍 做出的承诺 在削减过剩产能方面 取得进展 并在世贸组织就产业补贴问题 展开谈判 中国在某些产业上 一直是补贴 出口退税 很多企业骗补贴 根本就没出口 或者夸大数字 这个和海关的一些官员吧 合起来造假 骗补 骗补贴 这种补贴就可以理解成清销 就是构成对他国产品的 他国的相关产业的不公平竞争 这项谈判已经持续了六年多 欧盟方面对北京迟迟不同意开放市场 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 欧盟要求北京采取具体行动 让欧洲企业进入中国经济的大的行业 参与竞争 中国那些赚钱的 市场容量大的 营业额高的产业 现在应该很多并没有真正对外资开放 前一段德国默克尔 利用中美之间的激烈对抗的 这个态势 他进入了中国 好像在汽车行业吧 好像他略有斩获 他就想当那个两个人 是吧 他叫什么 就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吧 他等于是从背后插了美国一刀 同时他们还准备再次就香港和人权问题提出批评 香港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人权的问题 另外还有更广泛的人权问题 在国内的不同的政治信仰的 宗教信仰的受限制的问题 甚至被打压的问题 等等等等的 甚至普遍性的人权问题 中国也存在 对吧 现在啊 中国的法定数字货币啊 据说已经具备落地条件了 民间舆论认为啊 这是为正式的数字货币的发行做铺垫 现代货币都是信用货币 一个不能与外汇黄金现金随意兑换的数字货币 那他这还叫货币吗 货币的很多功能 属性 职能 他都没有了 丧失了 是不是当年各种票证的华丽转身呢 有可能啊 这是现代版的票证啊 对吧 还需要拭目以待啊 最近物价上涨的消息一条条的出笼 一般来说 房市和股市是两大蓄税值 没错 现在还忽悠让买房呢 恒大打七折 恒大自己都欠了八千多亿了 你买了他的房 将来他烂尾了怎么办 有人管你吗 对吧 你一维权 警察就来抓你了 这个华为的5G设备 正在面临德国双重审核 华为5G啊 华为现在面临内外交困啊 捉襟见肘 德国政府对电信设备供应商的安全审核 迄今都集中在技术层面 只要没有被发现漏洞或后门的设备 都被认为是安全的啊 德广联以及商报啊 现在从政府内部人事处获悉 德国政府内部人事啊 柏林啊 指的德国政府啊 今后还将引入政治层面的审核 并且由情报机关介入 德国之声对于5G技术领军企业华为而言 这个德国政府的这一动向可能会极大的提高其参与德国5G网络建设的门槛 对于华为来说啊 门槛越来越高 而且这个门越来越窄 德广联掌握的信息显示 德国联邦政府虽然无意全面排除华为 现在不会像美国似的做的这么绝 但是 已经在限制了 但是内政部长 外交部长 经济部长 已经就双重审核机制达成了共识 好吧 先聊这么一段啊 待会儿接着跟大家聊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Muchas Gracias